1月18日,申诉强劲案44年的江西教师汪康夫的申诉材料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表示已受理,会进一步审查 但汪康夫因心脏病复发入院治疗 医生向汪康夫的女儿汪珍珍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19日中午,汪康夫案的代理律师王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希望加快案件审查速度,能够在汪老师有生之年还他清白 江西高院我认为是可以给汪老师一个公正的处理 所以说我们在昨天就正式地向江西高院就汪老师这个案子提出了申诉 我对这次申诉其实是抱有很大的一个期待 就是希望高院能够加快的一个审查的速度 能尽快地能够在汪老师有生之年还他清白 1966年,江西省莲花县24岁的小学教师汪康夫被指强奸违宪女学生共12名 一审被莲花县法院判处10年有期徒刑 一审判决书称,汪康夫以推拿出治病、交游泳等为由 趁机强奸违宪女学生 一审判决后,汪康夫不服上诉 之后吉安地区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1975年,汪康夫提前一年结束服刑 1978年,他继续向莲花县法院申诉 当年数名涉案女学生也表示 是在其他教师引导下写的检举材料 并愿意出面作证,但后来均被当地法院驳回申诉 此后数年,汪康夫不断向江西各级检察院、法院等单位申诉 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9月26日向其回复短信称 符合受理条件,我愿依法受理申诉 那么下一步肯定会持续地保持沟通 能够说尽快地推动这个案件 我们认为呢,一个案件被认定为强奸猥胁 那么但是没有被害人主动去报案 甚至这些被害人坚决地否认这样的事实 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我们能够找到的这些被害人 都来否认这个事实 我认为他们的说法可信度是很高的 1月18日,汪康夫的女儿汪珍珍从外地赶回江西 与两位代理律师同往江西省高院 就父亲的案子再次提起申诉 江西省高院工作人员收下了审查材料 并表示会进一步审查 王珍珍也向媒体表示 这次感觉希望更大了